凶宅洗白術 苹果盘点五大招 挣一辈子的辛苦钱 好不容易买了房 但小心 买到洗白凶宅 苹果新闻网 盘点五招洗白法 教大家辨识 凶宅定义 就是房子里发生 非自然死亡事件 凶宅 可是它价格真的很便宜 就是可能是对方的五折 这样子你也不考虑 不考虑 这几年来期 也是有人 都是专门在做凶宅的投资的 以我来讲的话 我会是会考虑 它的投保率这么高 你买了租人也不能 就不想害人 一听就让人避之为恐不及 但房子的钱是今生 要怎么掌握 屋主欠钱 房子被法拍 法院背书 投资客轻松转手 过去常有得标扯物买凶宅 感觉今年法院乌炮说明书都会比较清楚 早期法拍笔录 较不严谨 今年都会派书机官到场查访 但有些屋主会刻意隐瞒 或书机官未能详尽调查 所以买方查证功夫绝不可少 左手换右手 自然人转法人 时间拉长 转了两三手 屋主在装傻转售 反正只要是非持有时间 发生非自然死亡案件 不知者无罪 如果说屋主事情不说 就可能犯下诈气 不过要举证 屋主是否恶意隐瞒 也有难度 租赁不需主动揭露是凶宅 所以出租也成为常见洗白招数 投资客已试驾约六成买入 重新装潢再出租 试过境迁 搭配过手或法拍 高额报酬率大赚价差 独栋建物拆完晒地 重盖建物取得新建号 凶宅等于投胎转世 最合情合法 专业投资客也说 老偷天荣机一般不会用满 重盖还能盖好盖满 获利最棒 若凶宅为整层物件 屋主自行分割两间 各申请不同门牌 房屋等于换了新身份证 想查证过去历史也查不到 再搭配租寿 凶宅二民洗得清清白白 要避免买到凶宅 还是得多多打探街坊邻居 才能获得一点虚实